自火猴,深水渊 我们注意这个读音呢 人生的生 不是餐 我们星宿的宿 不是宿舍的宿 也不是住了一宿的宿 但是实际上这个字的读音字 几个意思都差不多 你主要领会精神 真的读错了,无所谓 说这个自火猴 有人想到火啊,猴 火眼睛睛 想到宋悟空 当然宋悟空应该不是他 但是 一些上古的神猴 比较厉害的 这两个 都是猴 猴是猿 还有我们比较熟知的 什么六二迷猴 赤鲍马猴,铜笔猿猴 等等 一说可能有 十个以上 排位就排了十个前十名 宋悟空当然比较靠前面了 这个姿 我们这个地方要注意啊 看到这个图案是白虎的 都快到屁股尾巴了 但是这个学术上有一个争端 说这个姿,你看加一个口就代表嘴 那可见这个是老虎的嘴巴 它这个星星三个点 成一个三角形 也非常的有这种象寓意 而且这个就比较麻烦啊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这个我们那个头尾相接的地方 那青龙,玄武 然后到这个呢 白虎它就倒了过来 倒过来 那猪雀呢,我们再说 有一种说法 是这个猪雀,玄武这个头啊 互相的,是靠近 而青龙,玄武 他是这个头尾相接 白虎的尾巴 对应着这个玄武的头 刚好他是倒过来 然后就猪雀跟玄武都主 这个一个口舌 一个肃杀,争斗 那他们两个就经常打架 在这个地方 就学问文章可做了 我们在以后的课 咱慢慢去探索研究它 那这个 深水源呢 那 它 就 不管是前爪后爪吧 就是一个爪子伸出来 代表着爪 这个形状 伸这个字也像爪 这就是我们所谓 天上这个猎户行动 也是 子丑一某这个字 这个字 的一个形状 一个最初的圆形 代表的意义 这个深水源 当然 我们现在这个科学啊 中国的这个科技啊 不断真的开始超音感美了 说要挑战 这个美日的机器人 有一个名字叫深水源 我们现在文化不断的兴盛啊 所以国家高精尖端的一些什么宇宙飞船啊 这个神舟多少号了啊 长歌 当然也包括长江黄河 后来这个后裔啊 什么金乌啊 反正都是上古神话 这些都会慢慢的 随着我们文化兴起 付出水面 这个深水源机器人 说要一为二啊 都跟美日一起打啊 可见他 这个不是虚拟的机器人了啊 电子这个这个屏幕上呢 也会拍这个电影 在现实中这个机器人啊 有喷火啊 有拿重兵器啊 干嘛干嘛 很厉害的啊 这个二十八星秀啊 主管人间事儿 因为人抬头一望 天空 那就看到了这个四个天虚 青龙八虎主角现物 各有七个星 那对应的星体能量 产生的事件 就会一一兑现了 据相传这个 不光是西游记 风尘榜 还有力朝力代 我们可以说都有 他们的所在 因为我们所对应的这个能量场 就是如此 至少地球大几层 是这样的 最出名的就是 我们看过隋唐演绎 这个 汉武光五帝 柳秀是个非常了不起的皇帝 当时后来 风降 二十八 云台二十八降 这个就是二十八星 他们下发了